胃肠炎肚子痛多数可能是由于我们进食了不干净的食物 或者进食了刺激性的食物 导致的胃肠道的一个炎症 或者一个功能紊乱 胃肠道的痙攣造成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们第一一定要注意保暖 比方说衣服相对要穿的厚一些 胃部要注意就是可以喝一些热水 用暖水袋可以温暖腹部 再一个就是要注意饮食 我们要吃一些清淡易消化的食物 比方说粥或者一些汤面条 再一个就是可以用一些药物 比方说像一些解精药 常见的就是我们可以自己在药店买到的颠茄片 再就是一些益酸保护胃黏膜的药物 比方说要是急性胃炎的上腹痛 我们就可以用澳美拉座 雷贝拉座等等这些益酸药 和打喜啊 铝美加这些胃黏膜保护剂 可以来通过这些药物 缓解临床症状 这些重症状